HELLO 大家好,我是部長 相信最近開始聽到身邊的朋友推薦 最近在Netflix上的米加大戰機器人是不能錯過的好片 所以如果你還沒看的話,真的趕快去看啦! 為什麼呢? 因為這影片就是要來告訴你在電影中出現的彩蛋啦! 米加大戰機器人是索尼動畫工作室推出的作品 首先片頭當然就是索尼的哥倫比亞發行商的女生出現了 電影的主題其實充滿很多主角凱蒂的創意想法 很像是電影最後其實還有經過凱蒂的雙手 所以當片頭快跑完的時候,女神就被凱蒂改造啦! 凱蒂的房間充滿著她對於電影製作的熱愛 可以在牆壁上面看到一張海報 這個是一部1971年的墨西哥經典恐怖片 由胡安伊瓦涅斯指導 鮑里斯卡洛夫與朱里莎主演的 Ile of the Snake People 蛇人島 在凱蒂的回想畫面,她回憶起她曾經做過的電影 由她狗狗主演的《Dial B for Burger》 這部電影的名稱是參考了亞伯列德西區考克 在1954年的電影《Dial M for Murder》 電話情殺案 凱蒂真的是嘗試了很多種電影片種啊! 凱蒂的筆電旁邊可以看到一些書籍 其中一本是Dan Hansen 撰寫的《The Art of Film》 Dan Hansen 可是製作過迪士尼的《阿拉丁與大力士》 看到這幾部《凱蒂八哥全宇宙》的電影名稱 很多都是在玩英文名稱的雙關 Fists of Fury 毛毛的拳頭們 是致敬李小龍1971年的作品 Fist of Fury 金五門 Fear and Loathing in Central Michigan 是致敬了強尼代譜 在1998年的 Fear and Loathing in Las Vegas 賭成風情畫 就是地點換到了中央密西根 當然後面凱蒂的筆電上面也出現了 非常多參考經典電影海報的設計 你們能認出幾部呢? 在凱蒂的作品集《推真介紹》影片中 我們可以看到她站在四個 刻有頭像的石像前面 這是美國很知名的觀光景點 拉斯摩爾山國家紀念公園 山上有刻著四位美國重要人物的頭像 通常這個景點都會被電影翻完 那這邊就是在呈現對於凱蒂來說 很重要的四位導演 格莉塔格為法國導演瑟琳·喜阿瑪 哈爾·阿什比 以及蘇格蘭女導演林恩·倫塞 凱蒂在整部電影身上都別著一個標誌 上面寫著Long Wranglers 就是在向導演為斯安德森1996年的電影 拖線充電炮致敬 也是導演首部指導的電影長片 PAL 創作出來的基地視覺風格非常強烈 這個顏色搭配跟設計 是參考了1982年的作品《Tron》 PAL 開始展開對人類的抱負 他下面墊著幾本書籍 其中一本是《孫子兵法》 看來他對於推翻人類統治的方法 可是經過了各種深思熟慮